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感謝主 頂姊妹 早成 Facebook上面的頂姊妹 早成 我們今天會看詩篇的五十七節 昨天我們看五十六 今天看五十七 但其實你看到在五十六、五十七 包括我們明天會讀的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這幾篇的詩篇連續下來 每一篇詩篇都稱為大衛的金詩 其實在詩篇裏面總共有六篇的詩篇被稱為金詩 分別就是第四篇的十六篇 然後就是我們今天讀的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加上詩篇十六 這六篇都被稱為大衛的金詩 那金詩是什麼意思呢 當然第一就是它是極為貴重 那它貴重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實它是大衛在它人生裏面的一個 強而有靈的一個討告 其實這幾首的金詩都是它的討告詩 而這幾首的討告詩特別是 從五十六到六十這幾篇的詩篇 這幾篇的詩篇是它的討告詩 而這個討告詩裏面 是讓它的人生從谷底反彈的一個重要的詩篇 所以它非常有份量 我覺得很特別 在這段時間 其實我們的神父經文是從我們碼頭的年代 開始一直到現在 剛好在這時候就排到CP 五十五、五、七、五、八這樣下去 就是真的在我們可能覺得是很低谷的時候 但願這些的金詩都成為我們的力量 但為何在這些的金詩裏面 在它的谷底裏面走出來反彈 我們相信我們都要經歷這樣的一個反彈 特別現在疫情好像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終結 昨天很多家長收到這個壞消息 這個小朋友的復活又往後推 所有家長現在頭痛 就是裡面嗡嗡作響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讀這幾篇的詩篇 真的特別有味道 今天是看第五十七篇 一開始的標題就是 戴衛逃避蘇羅藏在棟裏 那時他作者金詩交與領長 叫勇優優惟為壞 講得明白就是 當時在什麼時候呢 就是戴衛逃避蘇羅的階段 在這個階段裏面 他作這首詩歌的時候 戴衛就藏在棟裏面 這個棟就是阿道蘭棟 可以說是這段時間 是戴衛最辛苦的時候 他就連屋都沒得住 躲在山棟裏面 戴衛逃避山棟裏面的時候 他就寫了這首的金詩 我們看看這首阿道蘭棟之詩 是一首非常特別的詩歌 我們這樣看下去你就會明白 我將它分了約桿的段落 第一個段落就是第一節到第三節 第二個段落就是四節六 然後就是七到十一節 我們先看第一個大段 第一到第三節 我們先讀完它 一到三節 佛神啊求你憐憫我 因為我的心頭靠你 我要投靠災起 癡霍的任下等到災禍過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為我成全諸事的神 哪要拼命我的人 欲罵我的時候 神從天上必施恩救我 也必向我發出慈哀和成神 好像很簡單的三節的聖經 但是這三節的聖經 是一點都不簡單 他一開始就說 神啊求你憐憫我憐憫我 這是一個修詞表達的手法 憐憫我憐憫我的意思就是 憐憫再加上憐憫 就是神啊 神啊你要憐憫再憐憫我 神啊你要向我施恩再施恩 神啊你要在我的生命上 為甚麼 因為我的心投靠你 投靠這個意思就是信他 Trust in you 就是因為我的心信你 因為我相信你 因為我相信你是活著的神 所以你要在我的生命當中 顯出你的恩典 而且是要欲罵再加恩 是要這個憐憫再加憐憫 是要極大的憐憫 極大的恩典 一定要加在我的身上 因為我信你 因為我信你 我甚麼都沒有 我只是有你 我只是信你 你想想這句話 其實在一個逃避 被逃避追殺 在山蕩裏面的人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說得出 這個也顯示 大衛對神那佛的信心 那個信靠 他甚至有機會 親手可以殺了掃羅 甚麼問題都解決了 但他也不下手 為甚麼 因為他覺得 他是堯華的受盜者 端不能夠下手害他 但他不下手的時候 就為自己 帶來這麼多麻煩 他不是要繼續逃命 繼續這樣 這種 這樣的生活 所以你看到 他的信心 不是空口講白話 他真是全心全意 去信靠神 信神會有最公義的審判 信神會有他最昔時的安排 所以他將這一切的主權 真是交替神的手中 恩著這一份信 所以他就說 神我這樣信你的時候 你一定要恩上再加恩 你一定要憐憫再加憐憫 那顯在我的身上 然後他就說 我要投靠在你痴房的任下 等到災害過去 我要去讓你的痴房成為我的避難所 我哪裏都不去 我不是投靠這個人 我不是投靠那個人 我不是他躲在這裏 我不是他躲在那裏 我要躲就躲在你的痴房之下 因為你就是我的避難所 我要躲在你的同在裏 等到災害過去 他知道神才是他的保護 其實阿努蘭東不是他的保護 也沒有一個人可以起來 成為他的保護 唯有神 這個就是他的信心 他也很有趣 這個呼求 這個討告就是 我要投靠在神的痴房任下 很多時候我們在困難當中 我們討告是甚麼呢 我們討告的方向是相反的 這個跟大衛很不同 大衛在他困難的地方 在他困難的時候 他就說 我要去投靠在神的裏面 他要走向神 走去神所在的地方 躲在那裏 讓神成為他的避難所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在困難的時候 我們的討告是甚麼呢 神啊你來幫我 你來到我這個地方 你來到我的情況 你按照我的心意 解決我的問題 你明白嗎 我們很多時候 是想神來就我們 想神來去到我們的處境裏面 按照我們所想到的方式 幫我們解決 這個就是我們的討告 但大衛的討告是反過來的 他是放下自己的想法 走去神的地方 如果按照大衛的想法 其實可以有很多種不同的 不知道 我們亂說一點 可能他可以說 你約這個掃浪布密 濕臟病發 感染肺炎 那麼 問問問解決 但他不是用這些方式 他也不是作這樣的套告 他乃是你反過來 他是投靠在神的癡膀 神怎麼做 交給神 主權是在神的手中 他要進入這個遮蓋 這個保護當中 因為這份信心 所以他呼求神 神你體現 我這樣信你 我這樣信服你 我這樣來跟你的時候 你一定要欣賞佳恩 mercy upon mercy 在我的身上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其實就是 I will cry out to God 意思就是我要向神大聲地來叫 當他有這樣的信心 他要這樣去跟從神的時候 即使他的現實環境是很困難的 現實環境 好像鎖點一樣鎖住他的時候 他就說 我要大聲地向神來呼叫 喊神的名字 神啊 這個神是誰 這個神就是為我成全諸事的神 即是為我成就所有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 他都為我鋪排 引領我的人生到今天 戴衛本來是一個木頭 走到今天 他成為整個國家無人不惜的英雄 甚至他能夠打敗哥利亞 其實都是神職 那一粒的小石頭 怎可能這樣就打敗巨人 其實是神與他同在 所以他要向這一位的神 帶領他的人生 讓他的人生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這樣的神 來到他大大的呼叫 特別是當那些人 欲罵大胃的時候 想拼命大胃的時候 想來對付他 想來好像吃菜一樣吃他的時候 對這些人這樣壓迫他的時候 他更加要向神大聲地呼叫 因為他知道神才是他的秘密武器 神才是他能夠聖過的最終極的原因 他面對過哥利亞 他心裡沒有人比他更加清楚 哥利亞是怎麼倒下的 不是真的因為那一粒石頭 其實是靠萬鈞之搖滑的命 記得嗎? 他面對哥利亞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說話 他說 你們菲利士人來的 尼亞的 以色列人所靠的是刀 是槍 他說 我靠的是萬鈞之搖滑的命 他講完這句 就拼了一顆石頭 出去 哥利亞就迎聲到地 所以大衛心裡非常清楚 是神 所以他說 當這些人來攻擊我的時候 就如同他面對哥利亞的時候 一樣 神必從天上必施恩救我 他也別向我發出慈愛和誠實 所以他說 這位的神是靠得住的 這位的神是曾經幫助他 拜過哥利亞的 所以當他向神大聲呼叫的時候 他相信神在天上 必定會向他演出恩典 發出慈愛和誠實 這就是他的信心 這就是他在阿道蘭洞裡 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時候 他依然僅僅抓住的那份信心 在一個這麼艱難的日子 在一個這麼磨難的時候 他想抓住的就是神 他相信神可以讓他聖過哥利亞 必能夠同樣的讓他 幫助他聖過現在的困壁 這個蘇羅所帶來的困壁 這個被人出賣 被人藐視 被人壓迫 這樣的困局 一定可以得著解決的 因為神既然在哥利亞的手中 救他 讓他大大得勝 沒有理由就是為了 到最後 冤冤枉枉枉的 離開這個世界 這個是大為的信心 在我們 我覺得這一篇的金詩 一節三節 都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 今天如果我們在困難當中 今天我們在艱難當中的時候 我們所抓住的又是怎樣 我們要回望過去神 在我們生命當中所做的一切 然後將我們的信心 都會釘緊在那些地方 大聲地來呼求 大大的來去相信 神必定會帶領我們走過 這個是日治三節 然後我們從四節到第六節 這三節的聖經 我們先讀這三節 我的聖命在獅子中間 我躺我在 聖如烈火的世人當中 他們的牙齒是槍 至他們的舌頭是快刀 神啊 願你崇高過於諸天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他們為我的腳切下網狼 壓制我的心 他們在我面前 或要哭 自己反吊在其中 這三節的聖經 也是很讓人振奮的 首先他才說自己的情況是怎樣 他說我的聖命在獅子中間 我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他說我的聖命好像在獅子當中一樣 其實這個聖命的翻譯 可以是my soul 就是我的靈魂 我的魂 我整個人的心思意念 我整個人的情緒狀況 好像你在獅子當中一樣 如果你想想 你一個人在獅子當中 你會怎樣 非常地不安 非常地恐懼 危險隨時都會臨到 因為你不知道獅子什麼時候會發覺 我們上次就同工退休 帶孩子去深圳動物園 其中一個環節就是 我們坐在鐵龍車裡 然後被獅子圍住 他們的獅子爪又大 爬又大 要搬一些肉走 其實是挺有趣的 那個經歷很刺激 特別是 跌了夠肉下去 兩隻獅子牆都夠肉的時候 就是在那裡敲叫的時候 心都震出來 所以大衛就形容 他就好像在獅子群當中一樣 非常地恐懼 非常地不安 危險隨時都會臨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也都好像躺在聖如烈火的世人當中 這些聖如烈火的世人 意思就是他們是著火的人 這些著火的人是怎樣的呢 他們的牙齒是槍是箭 他們的舌頭是快刀 這些是文學的手法的形容 就是說這些人是隨時 預備好好像要打劫 他們已經拿著武器 已經如箭再延 已經手裡面拿著刀 牙齒是槍 即是他們隨時都會發出攻擊 而且這些都是致命性的攻擊 而且實力是懸殊的 你想想你一個人在獅子群當中 一個對著這麼多隻獅子 你有沒有機會可以還手呢 你有沒有機會可以全身而去呢 當你就好像躺在這些人當中 他們手上握著的都是刀槍劍擊 預備好要攻擊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非常之危難 非常之不堪的一個情況當中 在這個時候 第五節就特別了 神下願你崇高過於諸天 願你榮耀高過全地 好我們先跳過這兩句 然後我們先看第六節 他們為我的腳切下網絡 壓制我的心 他們在我面前畫尿坑 自己反吊在其中 第六節好像突然有一個reverse 即是突然有一個相反 這個相反是什麼呢 就是前面第五節的時候 他說其實我現在的 前面第四節 sorry 前面第四節的時候 他說其實我現在是聖名堪憂 如果現在的情況 就好像我在獅子群當中 躺在一些握著兵器 隨時要揍我的人裏面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但是呢 一到第六節的時候 他說他們甚至會在我的腳切下網絡 即是他已經畫定的洞 做定的陷阱 就等你跌下去 你走多一步 你就粉身碎骨了 壓制我的心 給他很大的壓力給我 讓我不甘安寧 在我面前畫了坑 已經掘了洞 自己反吊在其中 奇怪了 他們做了這些陷阱 佈好谷 但是自己跌了下去 是不是 前面就是在獅子裡等等 後面就是這些全部跌了下去 那為什麼會 在第四節和第六節 當中有這麼大的差距 這些人為什麼會自作自受呢 其實這些人自作自受 是不是自己畫的洞 打算陷害大榮 自己跌下去 為什麼會這樣呢 關鍵就是在第五節 就是這兩個 神啊願你崇高過於駐天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我們這樣去看這個畫本的翻譯 其實我們心裡有一幅圖畫 你就明白 為什麼從第四節 會變成第五節呢 為什麼這些人做了這麼多的東西 要去害大衛 到最後呢 反而害了自己呢 關鍵就是在第五節 因為怨你崇高過於駐天 怨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我要給大家一個圖畫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些古裝片 那些古裝片的時候呢 很多是審案的時候是為什麼 一個官坐在那裡 甚至是皇帝坐在那裡 然後兩排就有一些牙差 握著一支棍 是不是 然後會發生什麼事 通常就是 砰砰砰砰砰砰砰 然後他們會動那些棍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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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過於諸天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其實就是說 神啊你升堂 神啊你的榮耀過於諸天 你在天上面升堂 你在天之上 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你在地之上 你在天上升堂 你在地上升堂 升上你的高位上面 升上你的寶座上面 你的寶座比諸天環繞這麼高 你的寶座比大地環繞這麼高 你要坐在你的審判的寶座上 在天上在地上升堂 但當神一升堂的時候 第六節就發生了 堪開他的人 自己反而跌在自己陷阱 因為神已經升堂 因為神已經審判了 這個審判一發出的時候 惡人必自食其果 以人必恩順得生 所以這個第五節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討告 這首金詩在這裡說 神啊你升堂 你在天上升堂 你在地上升堂 所以 當神一升堂的時候 大衛的心就安定了 因為他知道 神已經出手了 神出手 他還不需要害怕 他做什麼都不需要擔心 因為神已經升堂 所以這個就是大衛的討告 所以當他知道 如果神能夠這樣去升堂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就進入了第七節到第十一節 他說 神啊我心堅定 我心堅定 我要唱詩 我要歌頌 是不是 神一升堂的時候 他在天上 他在地上升堂的時候 大衛就說 我的心定不住 定不住 是不是 我的心是堅定 再堅定 steadfast upon steadfast 不需要再遙動 不需要再懼怕 他什麼都不需要你了 他只需要你一件事 我要唱詩 我要歌頌 並且因為神這樣去升堂 神這樣去 在天上地下掌權的時候 他就可以起來唱詩 他就可以起來作歌頌 其實在他的靈裡面 看見 神已經升堂 神在天上地上已經掌權 所以他才可以在阿道蘭東 這麼慘的情況之下 寫這一首的金詩 來唱出來 他將他的靈裡面所看見的 將來所要發生的事 在艱難當中 他就預先寫下 預先唱出來 所以這一首的詩歌 這一首的禱告 是他心裡面的力量的傳遠 他知道當神 升於諸天 升於大地之上的時候 他就唱詩 他就歌頌 然後他在第八節 他就說 我們要怎樣回應 就是第八節 他說我的靈 你當醒喜 琴瑟 你們當醒喜 我自己要極早的醒喜 三個醒喜 醒喜 醒喜 整首詩歌 當神升堂的時候 人的回應 人的配合 這首詩歌很美麗 就好像人和神共舞一樣 當神在天地之間 設立他的寶座 坐於其上 當神去升堂的時候 人就要醒喜 醒喜 不單是人醒喜 我的靈 你當醒喜 即是我的榮耀 我的靈 你要起來 你要醒過來 那些的壓制 你讓你分分尋尋 讓你沒有精神 沒有力量的東西 你要振掉它 你要醒 你要醒起來 然後琴瑟 這些樂器 你要醒過來 因為你要開始發出聲音 你要開始發出讚美 要醒了 這些烏魂已經退去了 我自己要極早醒起 這個我自己要極早醒起 我覺得英文的翻譯更加甜 更加美 英文就是 I will waken the dawn 意思就是 我要呢 我要讓黎明醒起 我要讓黎明出現 我要讓黎明醒 日後要出來 之前好像在黑暗裏面一樣 之前好像在黑夜裏面一樣 但是當我知道 耶穫說已經升堂的時候 我要讓黎明醒過來 太陽你要出來 光你要出來 盼望你要出來 一個新的開始要出現 這個就是這篇詩篇 美麗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醒起 醒起 醒起 因為神已經 已經起身 神已經坐在祂的寶座上 而且祂的寶座 是在諸天之上 在大地之上 願你的崇高過於諸天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哇 這是一個這樣的圖畫 你看看 大衛在他的危難當中 他所看到的圖畫 和我們在危難當中所看到的 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一幅圖畫 他體現的就是一幅充滿盼望 充滿力量 因為神已經出手 神已經坐在祂的寶座上 神已經是 真的 升堂 祂的榮耀已經顯現出來了 所以第九四句說 主啊我要在萬文中清謝祢 在列邦中歌頌祢 所以祂說 我要將這個詩歌 傳遍萬邦 我要將這個詩歌 唱於萬文當中 來去清謝神 因為神你太好了 只是我一個人知道不夠 我要讓列邦萬文 都知道我的神何其的偉大 並且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我的神已經坐在祂的寶座上 祂的榮耀已經高過朱天 祂的榮耀已經高過大喜 祂已經在天上在人間來掌權 祂是那位最大無比的神 所以我要讓 不只是讓我認識 不只是讓我的經歷 我也要讓列邦萬文都看到這個圖畫 都看到神已經升堂了 那個鼓聲已經響起了 酷國已經吹響了 搖滑已經上升 為何我要這樣去稱眾神 為何要這樣去歌眾神呢 因為你的慈愛高及朱天 你的誠實達到窮瘡 神他的愛有多高呢 神的愛好像朱天那樣高 已經達到朱天之上 願你的神的誠實達到窮瘡 即是神的信實 神的可靠 比天更加可靠 神的堅定 比我們所看到的窮瘡更加的堅定 永不改變 因為這位的神是這樣的 所以我要發出那種的讚美 我要發出那種的歌頌 而且這種歌頌要讓 萬文滅邦的人 都看到這位的神 是這麼堅定 是這麼可靠 而且他對我的愛是 是這樣恆久不變 帶來生命的翻轉和改變 這一個呢 就是這篇金詩裏面 我們看到的大衛的信心 所以第十一節 他再一次來一個總結 他說 神啊 願你崇高過於朱天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再一次呼喊那個 那個星堂那個 那個叫什麼呢 那個呼喊 就是威武那件事情 所以他再一次 呼喊這兩句 就是叫神 神啊 你升堂 神啊 你升堂 當你坐在你的寶座上面的時候 當你這樣的時候 我就有盼望了 我就別言得咎了 所有害我的人 都會歸於無由 所有劃坑 要來去堪害我的人 他們別言會自食其果 他們自己會跌在自己的坑裡 我就會得咎 我就會有平安 因為呢 神會讓憐憫 加上憐憫 臨到我身上 這個就是大衛報告的今次 今天我們都要用這樣的信心 用我們的討告 用我們的讚美 來讓神坐在寶座之上 讓祂的崇高過於諸天 讓神的榮耀高過全地 讓神在天上 在地上 都大大地去掌權 讓祂的威榮 顯於天上 亦顯於地上 這個就是大衛這篇 五十七篇的今次 大衛這篇的詩篇 都成為我們的幫助 在我們的患難當中 在我們的困難當中 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 來去呼求神 我們要有這樣的信心 來去敬拜神 我們要相信 當我們敬拜的時候 神在諸天上掌權 祂在諸天上看見 祂也在地上掌權 所以天上地上 所有權命都歸於祂 祂必定會為我們起立 我們都要這樣去醒起 我們都要這樣 去重拾我們的信心 來敬拜 來等候 來讓我們的人生 和我們的神 是貼近 是對盡 是對齊力 這樣我們心裏面的 那些陰霾 那些迷霧 就自然就會消失 我們就好像黎明一樣醒起 這個興起 這個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禱告 亦是我們的信心 亦是我們的思覺 完成的話語 成為我們的力量 成為我們的幫助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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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師傅,我們來 請起身上敬拜 至高的神 祂就是那個 天上地下掌權的場 祂為我們成全諸天的神 祂為祂 讚領敬拜 祂透露祂 祂幫祂 祂幫祂 祂送 找一條 祂送 祂送 祂多 祂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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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上我们的心 随谎相注意 三十一 张心愿 admirable 信心愿意的方法 有信心愿意的 supre恳 若恳心愿意的灵犹 后来我们的心 细着的与心 那么会来还是不再赞美 它们的灯灰还能一圈的灯灰 在那里面出现了你的灯灰 它心心心着那些光源在手里 真心的灯灯 它们的一张线 它依然在我们上 我们的心切 它朋友在哪里面出现了你的灯灰 它在你未然之上 它们的灯灰出我的灯灰 它们的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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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灯灰还能一个灯灰 它们的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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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屈心的人能提到我 我心裡心裡的聲 永遠在上方 我心裡的謙虛 祈求你一家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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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的心中 祈求你我嗎 只是要承受 祂明知了责美 结束是真能一生 真心的承受 能力一展现 可迎来我们下 我们大喜起来 不去满意心 尽多喜爱给我们 真心的承受 能力一展现 不去满意心 尽多喜爱给我们 真心的承受 能力一展现 可迎来我们下 我们大喜起来 不去满意心 尽多喜爱给我们 真心的承受 能力一展现 尽多喜爱给我们 真心的承受 能力一展现 真心的承受 能力一展现 尽多喜爱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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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心的承受 能力一展现 尽多喜爱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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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万兵中成全面 我养在两个兄弟 一滴之岸 高级终结 一滴是世上大宠家 一滴之岸 高级终结 一滴是世上大宠家 阿里路亚 高级终结 一滴是世上大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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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